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亞洲投顧林洪相 歡迎收看優質節目頻道 買家應對 今天是6月7號禮拜五 台股今天幾乎是收平盤 今天疊0.94點 最後一盤打下來 疊0.94點 所以8095點 量的呢 866億元 昨天跟前天 七百多亿嘛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很重要 昨天外资突然大举的卖超一百多亿嘛 昨天外资的期货 它的流仓也从进多单变进空单嘛 好 昨天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量人是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是七百七十五 七百七十四 七百三十一 那为什么今天收平盘 反而是跌的 朋友朋友 为什么今天收平盘 量人反而增加快要九十亿呢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跟你引导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是际限嘛 对不对 不是际限 仅限了 这是仅限 破了 没有量嘛 那为什么今天平盘 反反而量杀出将近快要九十亿嘛 今天外资有追杀吗 应该没有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外资卖超多少 我再跟你引导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今天外资卖超五十二亿嘛 昨天一百零二亿 今天卖超五十二亿 那为什么今天量突然增加九十亿元呢 昨天你可以说是仅限的保卫站嘛 外资也卖超一百零二亿嘛 量没杀出来嘛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今天量能突然增加 突然增加九十亿 简单的说 跟各位报告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 这是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应该是上柜的 这个应该是上柜的排行榜 上柜的 上柜的排行榜 上柜的个股 好 那我们用跌幅来看 跌幅来看 这是从下面跌比较多的 例如说跌6.99% 这个几乎就是快要跌停板的嘛 跌停板跌停板嘛 没有人去发现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 仔细看哦 彩晶这些个股 这些当初大家认为 涨的很多的个股 小型的个股 在今天突然 突然怎样 开始兵败如山倒 调好意思吗 这是上柜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应该是 刚才如果是 好这个一个是上柜 一个是上市的 好再来看 一个是上柜 一个是上市 你们去发现 过去前一波 涨得很凶的像荷瑞亚 涨很多的阳城 涨很多的个股 在今天突然跌幅都 都 都怎样 都 加重了 所以我绕了一大圈了 投票 你知道我绕了一大圈 在跟你隐含什么东西呢 我在跟你隐含就是 这一波当初 小型的个股 在这里已经开始 兵败如山倒 为什么 为什么小型的个股 在这边开始 兵败如山倒 当然今天我可以花很长时间 告诉你 我的统一时 第三根亮灯做涨停了 统一时我今天卖这里 统一时我今天卖这里 统一时今天我卖这里 这点我卖了 我卖掉了 卖掉了二分之一 我即将来回做操作 我今天大可花很长时间告诉你 统一时从我们当初告诉你的 它的周线图 还记不记得 我们告诉你它的周线图 打得很漂亮 摆动法则 也快要到了嘛 当初我们告诉你的摆动法则 如果你用一般市场的 一般市场假设你用这里的颈线 或用这里的颈线 就是摆动法则加上去嘛 这是一个嘛 那我的比较特别 我是从这边画上去 好这待会我们再来聊 我们先聊我们刚才要讲的话题 不要被打岔了 为什么今天叠 今天叠代量 这是你要去讨论的哦 你要去思考哦 正确的说法 这一波是外资独干的嘛 所以台股的大户中十户看得到吃不到嘛 因为你大户中十户不太可能去买什么 买台积电嘛 买联电嘛 买 例如说比较外资比较权子比较多的个股嘛 因为大户中十户不想帮外资抬脚嘛 甚至简单说就是我不想帮你对干就对了啦 筹码会有点凌乱 所以大户中十户被迫 被迫怎样 只好去买这些刚才跟你讲的 股本小他好控制的个股 他比较容易做拉台 因为那时候大盘是多头 现在是多头啦 那时候大盘是多头 现在是多头啦 只是因为那时候是多头 市场气氛热络 所以他可以有恃无孔的拉 他可以有恃无孔的拉 不好意思 他可以大户中十户可以有恃无孔的拉 那为什么今天这些小型个股开始 兵败如山倒 为什么 你把想起这个问题吗 我知道啊 获利了结若带为安啊 这种话每个人都会讲啊 你有没有去想过 为什么今天这些小型个股 突然兵败如山倒 很重要一个理由啊 因为昨天外资的 起货的流单 由进多单变进空单 所以市场会怕 市场会怕 所以大户中十户 他就没有大盘 大盘强烈多头给他做保护了 所以这些个股他就会开始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了 听话一出哦 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投票 我的解盘反而跟市场拎了你 今天这一根K棒 今天这一根K棒 今天晚上 礼拜五今天晚上 道琼跟拉斯达很重要 这根K棒有点类似这里 这根K棒有点类似这里 这里是要做反弹 还是直接杀 来到我们讲的第一个目标区 我们第一个目标区也快到了啊 当初我们告诉你的第一个目标区 8000点嘛 今天多少 今天已经来到8071了嘛 也不错啊 至少那时候在市场在这边 8400的时候市场全部告诉你 台股寻找失落正所税的1000点嘛 我直接告诉你 他会拉回目标区第一个 第一个是多少 8000点嘛 今天已经来到8071了嘛 所以如果破 破我反而要站在买点哦 我准备站在抢反弹的买点哦 当初我们的一些太阳能个股 太阳能个股我们这边卖掉 卖掉开始跌了嘛 卖掉开始跌了嘛 3443的创意 我卖这边开始跌了嘛 3035的致源 卖掉之后开始跌了嘛 我卖掉了有些个股都开始做 大幅度的拉回了嘛 所以 这边啊 如果真的往下杀啦 我们反而开始要 站在 另类思考方式了 我们即将寻找买点 那该如何去寻找买点 有两个 有两个 一个礼拜一很重要 礼拜一如果早上去 礼拜一如果早上去啦 他就有机会做一波反弹了 就做这一波反弹了 这一波反弹 礼拜一啦 所以今天晚上 倒球那时打很重要 如果不行呢 不行他就直接杀啦 好 为什么 昨天我们告诉两档 中央级全职股 你要留意嘛 哪两档还记得吗 第一档是2330的 台积电嘛 台积电我们说他工房这个点位嘛 没错嘛 这点位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位台积电 它是低点108 高点109.5 好 今天呢 低点108 高点109.5嘛 没错嘛 我们昨天这样讲嘛 所台积电这边能不能守得住 守住 他就走相形 走相形 什么叫相形 对不对 什么叫相形 相形就是 相底跟相顶 相顶跟相底嘛 那如果守不住呢 守不住他就走波浪理论嘛 他走波浪 什么叫波浪 12345拉回的微信嘛 所以 这边对台积电很重要 台积电很重要 因为台积电影响台股的全职啊 所以台积电的走法 当然是影响台股未来的走势图啊 2317的鸿海 鸿海这一档个股 我在这边做加码 这边设停损 这边做加码 这边设停损 好 这节目 我也这样直接告诉你 今天呢 昨天来到75块 外资砍掉两万多张嘛 今天呢 小红棒在这边嘛 所以我的看法 我对鸿海 虽然我被修理过一次啊 但是我反而是中性偏多 人其实很奇怪 有时候你做股票 你设停损了 你不敢去继续买 那反而是你操作 你自我画地设限 今天不管是你操作期货 或者操作个股 有时候你应该去勇于 勇于跨出去你那一步 不管是追涨还是追空 还是你设停损之后 重新买回来 那都是对于你操作上面 一个很大的突破 好不好 同一时 那为什么9点半涨停 反而打低下来 同朋友 对啊 为什么过去我们老数你 9点45不涨停 反而连续拉两根之后 今天9点22分涨停之后 打低下来 表示市场大部分的看法 都是错的嘛 今天我们卖这里 开叮叮板 掌叮板打开 我就知道要出了 所以我卖这里 可不可以 也可以了啦 先卖一半 获利了结 落代伟安 另外一半 就比照 我们在投资讲座讲的 用资金控管的方式 往下做成奸 当你学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档个股 来回操作 当你能够来 来回操作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就把你的资金部位 把它放大了 好不好 然后时间 如果允许 好先讲两档个股 赶快 两档个股 这档个股 联发科 这档个股 2498 各位投资朋友 回去自己做功课 第一个 看他的周线图 第二个 这根可以棒 红达电 这根红棒 2454 联发科 这根红棒 去看一下 它代表什么意思 好不好 如果你长期验证 我们的专业 诚信跟负责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我们下礼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